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拉财经 美股三大股指本周均落得跌幅 并泱泱表现的开端 正是有着美联储喉舌支撑的Nick在周一发文称 美联储可能会在下周暗示更高的终止利率 以及将打压经济的货币政策维持更长时间 此外 美国11月PPI数据显示通胀压力仍然高起 市场悖观的情绪使得美股本周表现黯然失色 下周作为重磅的当属美联储利率决议 重点关注美联储加息幅度 政策声明及经济预期 在此前的四次会议上 每次上调联邦经济利率75个基点后 大多数经济学家都预计 美联储这次将加息50个基点 至4.25%到4.5% 尽管经济学家认为 2023年发生经济衰退的概率稳定在60% 但由于通胀率仍远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曾警告称 随着美联储努力降低通胀 未来将面临一些痛苦 这一点预计会在FOMC预测中更加明显 美联储在新年初至少还有0.5个百分点的加息空间 或者更多 因此美联储的中值利率很有可能会上修至 5%至5.25%的区间 更刺激的是 多个央行加息决议将在24小时内密集宣布 与美联储类似 市场同样预测英国央行和欧央行预计加息50个基点 但也存在意外鹰派的可能性 瑞士、挪威也将相继发表利率决议 同样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下周也将面临放慢加息速度的抉择 与美联储稍显不同的是 欧洲国家普遍经济情况更糟糕 英国正在经历上世纪20年代有记录以来历时最长的经济衰退 经济学家预计 衰退可能持续到2024年 未来两年失业率将升至6.5% 英国《每日邮报》贴出了一张英国的12月罢工日例 从1号到31号每一天都有罢工活动举行 和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部门 比如公交 铁路 邮政 运输 甚至是医疗系统 边境管理处都预定好了罢工的时间 共计会有超过100万的各行各业的工人 参与到罢工的行动中 欧洲其他国家其实也是类似的 罢工是日常 英国可以说整个欧洲 更生帝国的原因是欧洲人太懒惰了 少数精英带动不了大多数懒懒三色的老百姓 继续过高福利的日子 同时比正常情况下更冷的天气 正在冲击欧洲 此外 欧央行可能还将宣布量化紧缩 目前经济学家们预计将在明年一季度启动 下周不仅是超级央行州 也将迎来多个超级重磅数据 就在美联储公布利率决议前 美国11月CPI数据也将于周二出路 这是美联储加息前最重要的一份通胀报告 10月CPI大幅低于预期 同比增速低于前值 市场预期11月CPI继续走低 同比增速降至7.3% 前值为7.7% 预期核心通胀率同比增速降至6.1% 前值为6.3% 环比增速为0.3% 与前值持平 预计总体CPI的增速将小幅放缓 核心CPI的情况复杂 薪资的强劲增长 可能支持任何房租以外的核心服务类通胀上行 但总体还算乐观 不过继PPI数据令市场大感失望后 CPI如果继续展现出玩购状态 对于市场情绪而言将会产生重大的压力 而恐怖数据 11月零售销售数据将于12月15日出路 此前美国10月零售销售环比上升1.3% 创今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超过市场预期的1% 表明美国消费者需求仍然保持监听 消息面上 面对最强复工令 韩国卡车司机结束了16天的罢工 这次韩国政府首次动用强制开工令 按照规定 违反复工令者 将被处于最高三年监禁 或最高3000万韩元的罚款 也将被吊销货物运出资格 复工令标志着韩国找到了一条对付罢工者的捷径 韩国商界表示支持 至此 韩国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危机暂时解除 财报方面 下周进入了本轮财报界的尾声 甲骨文 Adobe将成为市场焦点 根据期权市场的走势 交易员们认为 在收益更新之后 甲骨文的股价可能会出现8%左右的波动 这里 甲骨文关于其云服务和许可支持部门的表现的更新 将令人惊讶的上升 以反映大型企业和政府机构的需求增长 在五角大楼上周的公告里 国防部表示 他授予谷歌 亚马逊 微软和甲骨文 各自获得了联合作战云能力合同的一部分 跟合同总价值可能高达90亿美元 政府去年曾向这四家公司招标 但联邦总务管理局当时表示 只有亚马逊和微软有能力满足五角大楼的需求 这次甲骨文入选 让市场看到了这家公司与众不同的能力 在软件公司方面 Adobe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前景预测 因为这家科技巨头的最新财务业绩 预计将进一步加剧 对其长期前景的担忧 今年以来收益一直是Adobe大幅波动的催化季 当该公司上次在9月15日公布季度数据时 股价暴跌了19.4% 创下了2010年以来最差的一天 在对其广泛的基于订阅的数字媒体 和营销软件工具需求放缓的情况下 Adobe将发布下以财量的指导意见 这可能存在下行风险 根据期权市场 投资者预计在本周的结果之后 Adobe的股价将再次大幅波动 在任何一个方向都有可能有7.7%的移动 此外Adobe已经裁员约100人 主要集中在销售部门 加入了许多其他科技公司通过裁员来削解开支的行列 还有就是一关Adobe以200亿美元 收购云端设计平台Figman的任何进一步发展 因为投资者对这个价格是越来越紧张了 股市周末消息不多 那么既然是周末 剩下的一些时间 我们就和大家随便聊聊新闻 就在这几天 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的画作 在乔治伯基画廊举办了第二场个人艺术展 向公众开放 去年的展览很成功 从7.5万美元的直至作品 到50万美元的画部作品 都被神秘买家买走了 画廊介绍说 这次的展览有几幅画是亨特20多年前完成的 这证明了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 都在努力成为一名艺术家 他把毕生精力都放在了艺术上 而不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 他才刚刚开始从事艺术 这些作品将足够引起亨特收藏家们的兴趣 买家的名字将保密 其个人艺术展将大获成功 快到年底了 要说本年度最大的风云人物 泽林斯基当然不让 各类荣誉基本拿到手软 英国金融时报的2022年度人物 美国时代杂志更是直接给了泽林斯基一个封面 赐给了他一个年度人物 美国政客新闻网 称泽林斯基是2022年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从演员变成了硬汉 欧洲媒体给了泽林斯基一个年度欧洲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是他成功的让世界一直专注于乌克兰 这位前一人天生就明白 注意力是这个星球上最有价值的货币 明年春天乌克兰将举行大选 泽林斯基同样面临挑战 包括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鲁热尼 和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长克里勤科都是潜在人选 泽林斯基自己也承认是宿命 现在说他的努力是否会成功还为时过早 这一切都留待后人评判吧 最后来和大家聊聊世界杯 本届世界杯的高科技带来了全新的感官体验 体毛级月位 毫米级判罚 VR技术 半自动月位识别系统发挥威力 好处是精确 世界杯赛场上的每一次技术革新 都是通过一次次误判累积起来的 用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克里勒的话说 裁判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确保赛事的公平公正 伴随足球比赛更快的节奏 对抗激烈 光靠肉眼或许做不到这一点 所以我们才会让机器出现 坏处是似乎少了点啥 似乎感觉让比赛显得有些支离破碎 让足球少了一点人情味 配角要有配角的自觉 尤其是一出精彩的戏剧 正要进入高潮部分时 被无数裁判和官员强调为永远配角的机器 不仅改变了多支球队的命运 还引发了许多争议 很多人说足球的镜头是芯片 别相信眼睛 高科技将无处不在 本次世界杯比赛用球来自阿迪达斯 是史上飞得最快的足球 表面通过热年和技术拼接而成 而非用线粉盒 内嵌了一颗中央芯片 能以每秒500次的速度追踪每个球员的处球 多数时候 高科技确实让比赛更加公平 误判出现的概率也是大大降低 说白了 不是这个技术有多牛让人幸福 而是非法直接把争议甩锅给了机器 人怎么可能和机器去争执 不过技术如何使用 归根结底还是受人控制 正如不少相关技术的从业者所言 用披着机器外衣 实则还是靠人操作的系统 虽然机器比人靠谱这个概念添上去没错 但是电子系统难道就不会出bug吗 已经有人表示 请对本次比赛全新引入的技术进行补充披露 对相关设备提供商进行详细核查 并对设备提供商和球队间是否存在利益关系 做出调查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在任何领域里 权力的过度集中 并且不受监督 不容质疑都是灾难 是腐败与黑幕的温床 高科技系统的加入 对世界杯的发展是否有利 或许见仁见智 但有一点却是客观存在的 看看多少次进球 球员都不庆祝 先等着去看裁判 等裁判认定后再庆祝 估计以后 非法二三也会出一个新的庆祝动作 看裁判多好 总之 足球的镜头是芯片 这类新技术的应用上出早期 无论是球员还是球迷 还不那么适应也属正常情况 只要技术不要过度干预比赛 保留人的变量 足球这项运动的魅力依然存在 比赛叠断起伏 从摩洛哥送葡萄牙回家开始 刚亮起圣诞灯室 飘飘亮亮的巴黎香街就开始饱受蹂躏了 数万人在夜色中 从狂欢到冲突 到暴力上演全武行 与警察斗殴 砸商店橱窗 多起火灾 局面很快就无法控制了 而可以想象 下周三烽火载然半决赛中 最强黑马摩洛哥将对阵未免冠金法国 无论输赢都将造成混乱 法国当局宣布将动员1200多名警察 处理比赛后的任何混乱情况 不管赛况如何随时严正以待 下一站的重大看点就是阿斯拉夫和姆巴佩 这两人在巴黎圣日尔曼是好兄弟 准确地说阿斯拉夫是姆巴佩的小弟 之前他们就在网上许愿半决赛见 这次两人竟如愿狭路相逢 摩洛哥虽说是非洲球队 但其实在卡塔尔就是主场 穆斯林兄弟同一种语言 这次来自阿拉伯国家与非洲国家的民众站在了一起 或许这将是一场宿命般的对决 其实每次只要有任何阿尔及利亚 突尼斯 摩洛哥的足球赛 不管输赢 相接都是受害者 阿根廷对荷兰 法国对英格兰 那两场结果都正常 但过程却跌宕起伏 所有赌球的估计全疯了 真是不到最后一分钟 没人知道谁会赢 天道好轮回实在是太刺激了 阿根廷对荷兰比赛也创造出了一项世界杯纪录 两队共得到了18黄一红 打破了此前单场16张黄牌的纪录 赛后梅西专门跑到荷兰队替补席 冲着71岁的传奇主角练范杰尔开喷 接受采访时还对荷兰前锋问候声不绝 以梅老板一贯温和的脾气 火药味足简一般 试想一下 如果是英格兰赢了 最终和阿根廷会失决赛 那会是何种状态 估计会被媒体炒作成马岛战争的序言 很难想象会发生些什么 以上和大家随便聊聊 错误之处在所难免 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你的高见 都说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 人生不过几熊牛 不管你参不参与都是大家的记忆 它就像一把尺 它丈量着时光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总之下周看点颇多 预计将是另一个动荡的一周 最后祝大家新的一周投资顺利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希望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